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3 PAPER II 第13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說It is given that Z varies directly as X and inversely as Y 等一等 就憑這句說話 剛剛讀的一句我們已經發現了 其實它這條是在玩Join Variation 亂變 所以橙色這句 給你 中文看中文 英文看英文 就是這句說話 亂變Join Variation 他就說If Y is decreased by 64% And Z increased by 25% 那頂部的X究竟是怎樣 什麼東西嚴西沖呢 增加症下降 壓症減少 多少%呢 看文字就很寡的 我經常都說有圖有真相 人腦接受圖像多於文字 所以我把文字 轉回圖像 我在這裡 螢光幕的右上角這個位置 黃色部份 我記錄下剛才給我的資料 有系統地記錄 首先我會當 X,Y,Z 綠色這些 就是原本的 X,Y,Z 價值 它經過一個轉變 譬如舉個例子 Y會怎樣轉變呢 就是下降64% 所以我會問自己 新的Y的數值是多少呢 就會是紅色的0.36Y 新的Y的數值是這個 為什麼呢 原因你只要把綠色的Y 乘回 因為它下降64% 綠色的Y 乘回 1-64% 重複 Y乘以 1-64% 那你就能出到這個0.36Y 同一道理 Z 它說明是上升了25% 所以你把綠色的Z 乘回 1加25% 那你就出來的就是1.25% Z 即是紅色這個 可以嗎 那當然啦 X 原本的數值 你不知它的%是上升剩下降了多少 但是總之 一定 X 也有轉變 我們不如叫它做 XNU 好嗎 新的數值那個X 那好啦 就憑橙色現在這句說話 我們可以得出 以下這句這樣的等式 就是 Z 等於 K over X K X over這個開方根Y 那別人一定會問你這個K是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補回這句 就是 Where K is a constant OK 而 K 為一常數 好啦 那我繼續下降了 那未玩完未解決 那別人因為今次問你一個X 那個主角是X 那你當然是將X轉為主項 轉為 subject 所以其實在這裏你給我呢 我就會將開方根Y成為隔離 那即是換言之 就是 Z 開方根Y 就會等於 K X 那最後啦 等好我兩邊調轉寫 那個 X 即是甚麼 就會等於 Z 開方根Y 就 over K 對不對 那我在這裏保持一保持 是吧 轉回主項做X先 轉回 subject做X 在這裏 OK 好啦 那接著我繼續看了 那我又會發現 現在這條題目說甚麼呢 那他們的關係 綠色的關係 XY、Z的value的關係 即 original 原本的XY、Z的關係 就可以用這條色 說出來的 那究竟現在新的那些 轉變完之後新的 XY、Z的數值就是紅色這些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借用這條色的關係去寫出來的 就會是甚麼呢 如果我這裏放回 X Liu在這裏 那它會等於甚麼呢 這個位置 X放回新的數值 即新的數值 X的新的數值進這裏 那當然這些 Z和Y 當然是放回新的 Z和Y的數值進去 即放回這兩個進去 所以 Z 即是這個位置 我這次就會放這一個 1.25 Z 那即是 1.25 Z 在這裏 再開方根 好了 Y 今次這裏就不放Y 因為你正在放新的數值進去 那這位置就放回0.36個Y 就是新的數值 Y的新的數值 就是0.36個Y OK 再over K 而事實上 如果你按一按機的情況底下 這個應該就會是甚麼來的呢 就會是將 這個開方根 分回Demo分開大 開方根0.36 再乘開方根Y 那即是 0.36的開方根就是0.6 再乘1.25 是吧 所以換言之我看到了 就會是0 哎呀 轉一轉它 0.75 右手邊就是這裏 好嗎 那我就刻意把這個 紅色部份 我就寫成為0.75 寫外邊 好嗎 然後就把這堆東西 自己自寫一角 在右手邊這樣寫 就會是 再乘以 Z 就開方根Y 就over K 意思實上 我會看到甚麼呢 說K字也真的相當噁心 寫好一點 好 而事實上 我會看到甚麼呢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Z 開方根Y over K 跟這裏這個 Z 開方根Y over K 是一樣的 但是你會發現 在這裏前面 它乘多個0.75 給它 是吧 所以換句話來講 XLiu 紅色的XLiu 是不是應該小了 因為這裏 乘0.75 在它前面 是吧 所以XLiu是小一點 X是大一點的 換句話來講 今次 所以 我會得知 因為你的數字小了 那當然就是 計算%的甚麼呢 寫錯東西了 %究竟increase還是decrease呢 是吧 %當然就是decrease 因為數字小了 這個%的decrease of X 那就會等於甚麼呢 當然就會等於 大減小 大一點的當然就是綠色 就是X 再減小一點的 小一點的那個 先寫好 小一點的當然就是 紅色的那個 就是XLiu 就是 再減小一點的 原本的數值 原本的數值 原本的數值當然就是X XLiu 就再乘回 100% 即是換言之 那我跟著 那我把色彩放進去吧 那綠色的部分 的X就是這個 就是Z 開放筋Y over K 所以在這裏寫回 就是Z 開放筋Y over K 所以在這裏寫回 就是Z 開放筋Y over K 開放筋Y 就是over K 好,就整個東西 over 綠色的部分 X 那即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這個 就是Z over 開放筋Y 就是over K 當然啦,不要忘記 最後乘回100% 那我再減小一點 好了 不再用Color 給你了 免得麻煩啦 減好左右兩邊 有沒有發現 都有這個 Z 開放筋Y over K Z 開放筋Y over K 所以在這裏 我們抽起它 就是 Z 開放筋Y over K 剩下的東西 寫回裡面 就是1-0.75 好了 再over 當然就是 Z 開放筋Y 就over K 再乘100% 好了 希望你看到之後怎樣弄 先移動一下 你會發現 現在 那個 分子分母 分子分母上下兩邊 都有這個 Z 開放筋Y over K 你看到嗎 這塊 和這塊一樣 所以不如我們就整塊 約了它 剩下 就是 1-0.75 這裏就是 0.25 再乘100 個percent 真正答案都 呼之欲出 我某個位 迫在這裏 所以 最後答案 當然 就會是 25 個 percent 迫在同一行 寫 不要介意 所以真正的答案 當然就會是 Decreased by 25% 即是 C OK 好了 查查看看 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 到這裏 OK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